相信你曾经看过这些现象 譬如铁的生锈 面团加入发粉的膨胀现象 电池放电等都是化学反应 所谓的化学反应 是指物质在反应后产生新物质的过程 但是化学反应的类型有很多 科学家是如何预测这些物质会如何反应 又会生成哪些产物呢? 其中将化学反应进行分类 是重要的方法之一 当我们学会后 在面对不同元素或化合物的反应时 就能判断可能的产物 接下来 想请你先透过一个化学反应的例子 想想可能会发生何种化学反应 化学反应可分为五种基本类型 包括化合、分解、取代、负分解及燃烧反应 现在来逐一认识不同的化学反应类型 首先是化合反应 是指有两种或以上的物质 经由化学反应变化合成另一种新物质 可用简单的符号表示 A加B生成AB 其中反应物A与B是元素或化合物 而生成物AB必定是化合物 如同刚刚的例子 氢与氧的化合反应 两者都是元素 化合后产生的水是化合物 第二个是分解反应 是指一种物质分解成两种或以上的物质 以简单的符号可表示为AB 分解为A加B 与化合反应正好是逆反应 举例来说 国中学过的氧气制备实验 是以二氧化猛作为催化剂 加速双氧水分解 产生氧和水 第三个是取代反应 又可称为致幻反应 顾名思义 是其中一种元素 会去取代化合物中的相似元素 以符号来表示 为A加BC生成AC加B 为了进行取代 前述提到的相似元素 是指反应物和要被取代的化合物中 必须具有相同性质的元素 如金属与金属 或非金属与非金属 像是将铜片放入硝酸银溶液中 铜会取代溶液中的银 使银镀在铜片上 当我们知道哪些元素可能互相取代 就可根据元素的活性大小 来预测反应是否发生 并由活性大的元素 取代活性小的元素 例如 活性大的金属 在酸性溶液中 会取代活性小的氢 因为氢在溶液中 通常会形成正离子 所以可以与金属产生反应 因此在氢气制备实验 常使用氢力 置换出锡硫酸中的氢 第四个是负分解反应 通常是指两个离子化合物的离子 相互交换 形成新化合物的反应 大多发生于水溶液中 可用符号表示为 AB加CD 生成AD 由于此反应是离子的交换 通常会在电解值溶液中发生 不过即使有解离出离子 也不一定会发生反应 若要推论可否发生负分解反应 可以从生成物做判断 如果生成物会形成沉淀 产生气体 或酸碱中和产生水等 就可以发生负分解反应 这是因为这些固体和气体不再溶于水 或是产生不易再解离的水 所以就促使反应向右进行 举例来说 氯化钙与碳酸钠的水溶液反应后 藉由氯化钙解离产生钙离子 与碳酸钙解离产生的钠离子互相交换 生成碳酸钙解离子互相交换 最后一个是氯化钙 最后一个是燃烧反应 使物质产生剧烈的氧化作用 同时有光与热产生 通常是指物质与氧气反应 像是烤肉燃烧木炭时 会产生光和热 或是燃烧煤带 会有强烈白光出现 也会感受到热 然而随着科学不断的发展 科学家对于化学反应的本质 越来越了解 因此根据反应的本质 列出化学反应常见的三种类型 请荧幕前的你 透过这个例子来判断 这个化学反应是哪种类型吧 你想到了吗 利用碱性的肥皂水 与蚊虫分泌物中的钾酸 产生中和作用 是常见的酸碱反应之一 依照反应本质 分为三种类型的化学反应 包含沉淀反应 酸碱反应 氧化还原反应 第一种 沉淀反应 是指不同电解质在溶于水后 正离子与负离子交互作用 结合产生难溶性的物质 比如 各酸钾与硝酸被溶液加在一起 产生黄色沉淀 我们可以结合上面的反应分类 和生成物 反应物本质 来预测这个黄色沉淀为何 各酸钾是强电解质 在水中会分离出钾离子与各酸跟离子 硝酸被则分离出贝离子与硝酸跟离子 并在离子相互交换后产生新的产物 有硝酸钾各酸被 根据这个结果 可以推测黄色沉淀是溶解度不佳的各酸被 第二种 酸碱反应 根据瑞典科学家阿瑞尼斯 提出适用于物质在水溶液中解离的酸碱定义 当物质溶于水解离出氢离子为酸 溶于水解离出氢氧离子则为碱 因此酸碱反应是指 当酸性物质与碱性物质溶于水并进行中和反应后 生成盐类及水 我们可以得知此属于负分解反应 就可借由学过的概念来预测生成物 譬如 盐酸与氢氧化钠的酸碱反应 盐酸解离出氢离子与氯离子 氢氧化钠则解离出钠离子 以氢氧离子 将氢离子交换 可得到生成物为水及盐 也就是中性的氯化钠 第三种 氧化还原反应 在这类的反应中 会有电子转移的发生 如果物质失去电子 亦称为氧化反应 反之得到电子 就称为还原反应 譬如 在氢与氧化钢的反应中 我们可以运用前面取代反应概念 了解到反应物的金属 氢可取代钢 预测生成物为氧化氢与钢 而从反应过程中 也可以看到 氢失去电子发生氧化反应 钢离子得到电子 被还原出来 认识这些不同的化学反应类型后 当我们面对不同化学物质时 就能试着透过反应物的种类 来预测可能的产物 例如 当两个反应物 一为元素 一为化合物 且化合物中 还有与另一反应物相似的元素时 可以推测可能会发生取代反应 而化学反应的五种基本类型 及其基本定义 通式以汇整如画面表格 根据反应的本质 分出的三种常见反应 亦有进行汇整 最后就来练习看看 你能不能试着判断化学反应类型 预测其化学反应式的产物吧 再让整aisia 掌握 Roman 一个在试着 而且 未经许 wy